只是起床这简单的小动作就要花上好一阵子 转个身到厕所又是一段考验 因为我右脚没有力嘛 只能跨一步 没办法跨第二步 所以没有办法走过去 那即便扶手做好了 我会有疑问会有很多的危险性 他是徐先生 八年前可是热爱运动的上班族 无奈一场车祸意外让人生变了调 我左边是能动但是没有感觉 右边是动作很少但是有感觉 右脚没有办法自己动作 所以都是要靠手 脊椎受伤后别说行动有困难 连自理都是问题 虽然当年出事后 有申请到移工看护帮忙生活的起居 但随着这两年疫情的冲击 这些需要照顾的失能者 也成了另类受害者 现在缺工很厉害 外面价格又喊得很高 他一提出来大概 他提两万五五 很快就找到了 大概花一个月的时间 看起来像一万七 但是实质上我支付出去 大概在三万多了 如果再高上去 多了七八千块来讲 我就快四万块了 可能没办法支持了 疫情还在全球烧 外籍移工进不来 也让台湾移工趋龙问题 烧上台面 许多底薪一万七的看护工 开始要求待遇比照厂工的两万四 甚至含到三万四万 光是今年上半年 就有两千多名家庭看护工 转到工厂 等于让两千多名 有长照需求的家庭 顿时失去照护人力 要么加薪 要么就走人 人力的缺口成了坐地起价的利器 目前约有二十二万五千名外籍看护在台湾工作 提供长者们及需要的人全职照护 随着高龄化 人口比例提升 未来外籍看护数量预估将突破二十八万 只是乱象从生止不住 就算劳动部八月底修正准则 移工若想要跨业转换需先至公立服务机构办理 六十天转换其中连续十四天都没有同类别的雇主登记 承接移工才可以跨转 但台面下的交易依旧难止住 因为考量国内疫情已经趋缓 所以劳动部目前正在规划 专探引进移工的计划 那第一个是在移工来源国 那个地方能够做好源头把关 比如说我们希望优先施打疫苗的移工能够优先入境 那第二个方向是入境后的一个强化的一些措施 包含入境后的PCR 然后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的一些规范 那劳动部会起初的完成这个专案计划 请指挥中心统议后我们会来发布施施 从人力管理到法律 随着疫情的催化 台湾本身就不完备的居家看护产业 已经加速走到改革关头 电视新闻钟德荣从越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